农村男青年娶个老婆有多困难 大家知道吗 记者调查 江西的才女已经超过50万了呀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面临少子化危机 很多人都知道解决之道 除了鼓励生育之外呢 你得鼓励青年男女敢于结婚 敢于谈恋爱 敢于生孩子呀 可是今天农村地区很多男青年 面临的窘境就是啊 结个婚太贵了 贵到什么状态呢 最近有知名媒体记者调查就说啊 她的家乡江西地区近些年来 彩礼呢 从30万已经暴增到50万了 是的 您没听错 有的地区不但要求50万的彩礼 甚至男青年还得在县城买车买房 你才有可能讨到一房老婆 否则呀那真是乏人问津 尤其是大家知道今天农村地区的婚务市场 男女供需不平衡到什么状态了吗 一方面大把的男青年根本找不到老婆 另一方面呢 二婚甚至二婚带娃的女性都是极其抢手的 有的时候啊 一个红娘就能给一个女子准备八家十家男子 她可以挨个的去挑选 那么对于这个女子来讲 有这么多男青年可以选 她挑花了眼 她也不知道谁好谁坏 那自然就得架高者得了 谁能给更高的彩椅 谁能买更多的车房 她就架给谁嘛 所以归根结底啊 为什么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彩礼越来越高 这实在是因为农村地区男女比例的严重不平衡 以往我们就说 大城市吸纳了大把的大龄圣女 很多女性实际上在大城市生活比男性是相对容易的 哪怕到了30岁35岁 很多女性也继续要留在大城市 而男性待不下去了 居精不易要离开大城市 逃离北上广 所以我们今天的混沌市场出现了这样的尴尬景象 大城市的大龄圣女找不到对象 农村地区的男青年就只能每一年拿出更多的财鱼 否则你真的就娶不到老婆 长此以往下去 说实话 我国这个人口出生率啊 他怎么能提得上来呀 而另一方面 很多专家也建议说啊 我们不能坐视农村地区的三千万光棍 这不单对我们的出生人口不好 而且未来也有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不是我们应当开始效仿日韩两国了呢 毕竟在过往几十年的时间里 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是有组织的引进外籍新娘 解决本国低收入男性的婚配问题的 相对东南亚各国来讲 我国经济发达 老百姓收入相对高一点 有没有可能引入大量外籍新娘 来彻底解决彩礼高的问题呢